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就预言神必定行发 以色列家事为的仇敌 唯独耶路撒冷 在神的看顾保护之中 并且应许弥赛亚将到来 要掌权到地极 带来和平与喜乐 在经文中提到 那位将要来的西安王 他是千千何何 骑着驴居子进到西安 对于身处在新约时代的我们 并不会觉得这样的画面 有什么奇怪的 因为我们知道 耶稣来的时候 他就是这样 千千何何的进到城里面 但是对于身处在 旧约时代的犹太百姓们 他们听见这样的预言时 他们是什么样的心情跟想法呢 我们都知道 现今的犹太人 仍然有许多人 在等待弥赛亚的到来 因为在他们的祖先 与传统的认知之中 他们并不认为 耶稣就是弥赛亚 虽然今天的经文 已经密密地写到 将要来的君王 是千千何何的骑着驴居子 但在他们心中的期待 仍是期盼那位将要来的君王 大有能力除灭敌国 在军事 在政治 在经济上 使以色列再次复兴 其实 我们若去思想 以色列及犹大 他们在历史上经历的一切 我们或许能明白 他们的心情 因为他们从 索隆盟王时起 国家和民族 就开始进入 长时间的困苦流离 因此他们心中的期待 就是有一位君王 能够完完全全地 在政治上掌权 使他们再次立国 带来和平与复兴 亲爱的弟兄姐妹们 我们心中所期待的是什么呢 是心里的平安 生活的富足 还是事业上的成功呢 期待我们能够 透过今天的经文 再次思想 我们在基督里的生命 我们是否失去了 神在我们生命中的 心意和主权 也失去了 神给我们宝贵的应许 就如同犹大民族一样呢 愿和平君王的生命样式 能够成为我们 跟随的榜样与目标 让我们一起来祷告 亲爱的天父 我们献上感谢 主我们知道 我们心中有的时候 所期待的 所想要的 并不是神你要给我们的 主要帮助我们 透过今天的经文 也思想 犹大民族他们的失落 让我们能够 更紧紧地跟随你 因为我们心中所求 所想 都是你所喜悦的 听我们的祷告 因为我们今天 所做的一切 荣耀你的名 献上感恩祷告奉靠 主耶稣基督得圣的名求 阿们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